各位來棒球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透過我來電視網 收看中華這棒三屬年 魏全龍隊全主場例行賽事的現場直播 今天是6月20號星期四 要為各位送上的是中信兄弟跟魏全龍 在天舞棒球場進行二連戰的第一場比賽 龍象大戰的經典好戲 魏全龍隊在週二輸給台岡熊英之後 上半季冠軍的淘汰指數正式歸零 所以確定無緣上半季冠軍 那他們現在在上半季只剩下無償的比賽 26勝29敗排在第四名 那兄弟這邊打線上面呢 陳梓豪被擺在第一棒連續兩場比賽 他們都把強棒砲手擺在第一棒的位置 陳梓豪指定打擊打第一棒 二棒是一雷手陳俊秀 三棒三雷手徐基鴻 四棒右愛手張志豪 五棒左愛手曾宋恩 六棒補手高宇傑 七棒二雷手岳東華 八棒中愛手岳振華 九棒遊擊手江崑宇 那鋼龍搭配的補手是蔣紹弘 一雷手是大師兄林智勝 二雷手李凱薇 游擊手吳東榮 三雷手劉基鴻 左愛手鄭凱文 中愛手郭天信 右愛手拿摩一樣 那鋼龍本季39.2局的頭球 防御率3.18 WHI比1.31 滿球數 這個內角球 陳梓豪選掉 四壞球保送 我這當然是要賭他們 有辦法幾出場打 中右外野方向深遠的飛球 右愛手往後退 歐巴 球打在全壘打牆角 陳梓豪現在來到了三壘 陳俊秀的二壘安打 讓兄弟在一開賽 就無人出局攻佔二三壘 外交的high fastball 壓制住了徐季鴻 徐季鴻回報落空 遭到了三陣 一人出局 這個區域球進到了好球袋 主審拉掉了張志豪 兩人出局 連2K 非常重要的第二K出現了 掉一個高的速球 打高在右半邊 李凱薇往後退掌握住 完成了接殺 剛榮厲害了 無人出局 二三壘有人的情況 他連續解決三名兄弟的 中心打者沒有掉分 艾斯特本季第十三場的出賽 第十二場的先發 戰績五勝二敗 今天其實龍隊某種程度上 也是一種核彈頭 把劉季鴻擺在了第一棒 這個內角的速球 劉季鴻沒有跟上 遭到三陣一人出局 內角球塞在這個位置 真的很困難喔 李凱薇抓第一球拉回來 越東華收球之後傳往一壘 完成了刺殺 兩人出局 這時候郭天信選到了四萬球寶宋 面對這個外角的速球 他把它選掉 這個速球在紅中打高 右半邊的沖天炮 陳俊秀有守備的機會 他完成了接殺 這個半局龍隊留下一個壘包的殘累 沒有得分 一局打完雙方0比0 以往年好很多 這球打到中間方向 傳出去行程男打高宇階 維持著不錯的打擊手感 還是白短 點了 點在了頭頭正前方 鋼龍選擇傳二壘 完成了封殺 再往一壘送 Double play 這是一個失敗的犧牲處境 這個內角的滑球 主審拉掉了岳振華 這個半局形成了一個變相的三上三下 這位兄弟沒有攻下分數 要求兩壘球 這個內角的速球 艾斯特K掉了鄭凱文 這是艾斯特今天第二K 還卡特比較高的卡特球 拿莫遭到了三陣這個半局 艾斯特投出2K的三上三下 兩局打完 雙方是0比0的平手 外角的訴求 擦棒被捕 江坤宇遭到了三陣 本界有四發拳壘打 這個外角的訴求 主審拉掉了陳俊秀 這個半局 鋼龍投出了2K的三上三下 他今天已經累積了五次三陣 目前雙方比數仍然是0比0 不過他還是用外角的卡特球 三陣掉了李凱文 這是艾斯特今天的第4K 新增球種來壓制 這是一個擦棒被捕 High Fastball 郭天信遭到了三陣 今天艾斯特標出了第5K 漂亮的變速球 進到好球袋 基里遭到了三陣 艾斯特這個半局連3K 他這場比賽已經投出了6次三陣 還沒有被龍隊打者敲出安打 搞起來的訴求 打成反方向的平飛球落地 形成了安打 這是中心兄弟團隊的第4隻安打 點了 點在了右半邊 鋼龍拿球之後 拋給補位的二壘手李凱薇 完成了刺殺 這是個成功的犧牲觸擊 對決球 這個取球主審沒有減 是一個壞球 鋼龍投出了素外球寶送 內角球捞起來 打到了右半邊 深遠的飛球 拿不一樣 到了警戒區 跳起來這就出處了 三分打點的全雷打 陳子豪炸裂 中心兄弟取得了3比0的領先 他本機的第11轟 哇 怎麼出去的 難以置信的一發全雷打啊 剛好在標竿的邊邊 硬是出牆了 連續兩戰開轟 陳子豪狀況真的好 變速球打到了中間方向軟弱 滾第二壘手拿球之後 李凱薇騰空 傳球 一個彈跳 一壘審判SAFE 感覺可以挑戰一下喔 有挑戰的空間喔 今天一壘審是王俊鴻先生 感覺很早就把這個SAFE的動作比出來 是成功的挑戰 龍隊這邊成功的挑戰 也讓這個半局的第三出局數出現 不過兄弟兄弟靠著陳子豪 三分打點的全力打他 本季的第11轟 是取得了3比0的領先 這一球打到了中左腕眼方向 總算龍隊今天團隊的首支安打出現了 拿摩一樣打出來的 其實不要讓自己造起來會比較好喔 對 不過這球蔣超雄沒有記號 內野上空的沖天炮 將坤宇掌握住了 就定位完成接殺這個半局 龍隊留下一個雷包的殘累 沒有得分5局打完 中藝兄弟3比0 領先主隊魏全龍 外角的取球 高宇傑選掉了 這是個四壞球保送 這個訴求露到了後面去 爆頭出現了 高宇傑來到20 哇 四壞球保送 剛龍今天第四個四壞球保送 用球數101球 現在剛龍是不想被換下來直接 轉頭喔 把投手教練摳回去 哇 這讓我想到Mike Mussina 這個變速球被拉到了右半邊 李凱薇拋給游擊手吳東榮 完成了封殺 剛龍真的解決掉了這個半局 沒有讓兄弟再越雷石一步 在六局上半結束的時刻 兄弟3比0領先衛全龍隊 偏低 訴求沒有控好 劉基隆獲得了保送上雷 哇 內角卡特球來 結果打者出棒遭到了三陣 這一球沒有打好 郭天馨很不滿意自己的擊球 中間方向的衝天砲 岳振華完成了截殺這個半局結束 龍隊留下一個禮包的殘累 六局打完 中英兄弟然是3比0領先衛全龍 那這個時候龍隊換投手 換上右投手郭玉振來接替投球 這一個變化球有沒有出棒 三壘神認定 有 打者遭到了三陣 兩人出局 抓第一球咬得結實在左半邊 被左外野手鄭凱文接殺 這個半局是一個三上三下的半局 龍隊仍然是0比3落後給中英兄弟 龍隊的進攻要面對新投手李正常 這一個訴求被扛到了中右外野方向 非常深遠的位置 被右外野手張志豪接殺 一正常上來投出了一個三上三下的半局 七局打完 目前比數3比0 中興兄弟領先 龍隊換投手 換上的是資深的左投羅華為接踢投球 回棒落空 內角的滑球羅華為 把球出搬回來之後 三陣掉了王震順 對決球 這個變速球 羅華為三陣掉了詹子嫻 兩人出局 外角的訴求被打成反向的平背球 右外野手拿摸 突下去結果球掉了出來 沒有完成接殺 很可惜啊 還以為收起來了 可惜 這是一支安打 這個時候投手教練郭勝安拿球上來 應該要做投手的更換 龍隊更換投手 換上吳俊毅來接踢投球 宋承睿來做代跑 來了 這球打成了右半邊的深遠飛球 拿摸這一次要掌握住了 在警戒區完成接殺 這半局畫下句點 中興兄弟留下殘壘沒有得分 仍然是帶著3比0的領先 這是中興兄弟他們後援牛棚的勝利方程式 李正昌 呂彥晴還有待會兒 預計要來關門的小黑吳俊文 做客統一式的系列賽商譽歸隊 這球打到了左半邊 平背安打出現了 這是龍隊自從第五局 打不一樣的安打之後 才出現安打 團隊僅僅第二支安打而已 外角的變速球 碰成了右半邊的飛球 來看有沒有守備的機會 約振華一直追一直追 完成了接殺 兩人出局 球拉回來打在三壘側 王正順傳給二壘手 岳東華完成了封殺 這個半局結束 龍隊八局打完 仍然是0比3 落後給中興兄弟 龍隊換投手 換上劉育妍來接替投球 再來一顆 五顆滑球 他K掉了岳東華 一人出局 岳正華生涯對戰 劉育妍還沒有敲出過安打 外交的滑球 劉育妍三陣掉了岳正華 劉育妍已經投出了兩次三陣 將寬宇抓第一球 衝左外方向的飛球 郭天信掌握住完成的截殺 劉育妍上來投出了2K的三上三下 表現精彩 目前龍隊仍然是0比3的落後 得分還沒有開張 全場團隊只有兩隻安打 他們現在要面對到的是 中興兄弟的終結者 小黑吳俊偉 這個變速球拉回來 一壘側的彈跳球 陳俊秀拋給補位的投手 吳俊偉完成了刺殺 一人出局 這一球打回來 在二壘手正面 躍動化拿球之後 從上一壘完成刺殺 兩人出局 現在一個變化球 變速球撈起來 打到了左半邊 高飛球 詹子嫻移動到緊接區的前方 就定位完成接殺 這場比賽也劃下了句點 中場中興兄弟在課場 天文棒球場以3比0 本季首次完封了衛拳龍隊 艾斯特今天主投六局 無失分的內容 最後收下個人本季第六勝 而龍隊吞敗 本季兩場的比賽 都是輸球收場 剛龍也吞下了敗頭